北京建国国中这几年在校长的大同志哈 越来越多的学生到这些俗话的行列 今天建国国中四个看得到俗话作品 现在要后来老师因为形象校长下的你 特别向制作好看的印刷业质 偷校长高竟的作品 校长就是我们建中心园每期都会请校长提字 那像提完的字 之前都出版社会把它拿去后就没还给我们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从此前年我们就开始讲说把它收集起来 那用表框的方式把它表起来 后改天如果有一些来宾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赠品送给来宾 上学台阶本里有过来学生都在学习 有较轻的文件提醒大家做人出水度力 就像政府他说当我们大家都愿意追求自我的时候 创新改变我们必要高峰相见 就是有梦想的人我们都会在那边相见 希望大家会勇于去创新 后党的作品除了老师挂在学习来说 学生形象要毫不任何收拾在那边 都在我们建中心园里面 对啊就是真搞完之后 他可能写了好多张啦 那就有几张就是他觉得没有写的很美丽 可是在我们看起来都非常的有深度 你觉得真的很好 太不错吗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可以学到就是很多就是 就是因为初把大概都是写文言文 是一些比较深的句子 那就是学生可以学到比较多 中国文理买人的形态加上由故以来出水道理 让北京建国国中充满致命核涉的力量 也要拥有后党的文理 让建国国党首党 时时感受到后党的关怀和温暖 记者你给三藏报道